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直播分享的车款 应该没有直播分享过 今天直播分享的车款是Nissan最新款的iT打 iT打其实基本架构跟前一代的Big T打的底盘呢 其实是一模一样 那其实算是外观的小改款 今天这台是1.6 这个一样是CVT的 1.6引擎NA引擎 配置的今天改装的版本是KT的道路版 道路版的配置 摊号公斤数 之前在YouTube上面 还有很多的直播分享的影片 都有跟大家稍微介绍过 这台的道路版前面是配置了6公斤的摊号 那今天车主刚刚来的时候 大概稍微量测一下 轮胎的上缘到叶子版 原厂大概是6指幅左右相当的高 那原厂的轮胎规格 这台底盘都还是全原厂 轮胎的规格是195 195 195 60 16 那预计呢 降低的幅度 是大概前后都各3指幅左右 所以前面的车高的话呢 会维持三指幅的高度 后面的话呢 也会维持三指幅的高度 那6公斤指的是这条的弹簧 长度呢 我们是配置200长6公斤的弹簧 在TIDA上面呢 也有很多车友试成过了 也试成之后安装的比例 所以应该啦 我自己估计的话 最少有9成 很谢谢大家TIDA车友的捧场 那最主要呢 TIDA的 好做的原因 还是在后面的弹簧 那后面的话呢 来 这个是原厂B&C都拆下来 这个就是原厂弹簧 其实原厂弹簧还蛮短的啦 业内的话 大部分的弹簧安装的公斤数 有的是5公斤 有的是4点多公斤 大概都170长 180长左右 那我们打的这条弹簧 是210长 公斤数呢 会大概3公斤上下 所以整体的舒适感 非常非常棒 很希望TIDA的车友呢 都有机会来工厂试乘一下 或者是试乘看看车友 安装这个版本 那我自己开了 也开了大概4、5万公里了 觉得整体的乘坐感呢 要操控也都有 要舒适也都没问题 所以这个版本呢 还蛮受大家的捧场跟欢迎 那这个是后面悬吊的部分 后面悬吊 这几乎是已经降到最后 最低的最低的话 大概还可以这样 比现在大概降低半十幅左右 那这个是后面的专用弹簧 非常非常舒适 那后面的筒心部分 我们也上部的那个橡皮呢 我们也都有附 这个是专用的防尘套 这个有介绍过好多遍 它能够呢 车子放下来之后呢 整体把筒心照住 那这里呢 也不会卡住 所以当这里上下在做洞的时候 可以完整的保护轴心 那也不会下方这里呢 也不会积水 久了这里也都不会有生锈的状况 这个都有做过很长时间的测试 这个防尘它是好多车种呢 在KT的便积上面都做专用的规格 CIVIC 8代9代也都是用这样的规格 整体都照住的 那个防水防尘效果 保护轴线效果非常非常棒 一定能够和正面的帮助延缓 增长那个筒心的寿命 这个是后面的筒心 后面的筒心 后面替打的话呢 就是一般小车的结构 就是拖一臂系统 弹簧的密切分开的 并非多连感 这样的结构的话 算是目前小车的趋势 替打的话 在这个地方 有做一个维修孔 当维修孔打开之后呢 从这个地方 就能够做软硬 做主流的调整 在维修上 相当相当的方便 不用再拆任何的内装 那师傅现在就要把调整杆放上去了 要先放在这里再放下来 这是后面的悬吊部分 前面的话呢 你看了 这个是原厂的上座 原厂上座呢 所有的螺丝也好 油管固定架 这个全部都把它拆下来 都不用沿用原厂 因为KD全部都有附 即便上座 这台车超新的了 还拆几千公里而已 那万一使用的一段连线之后啊 它的上座快坏掉了 如果再拆上座来用的话 就很难知道说是原厂上座坏掉 或者是KD的变气有问题 所以我们呢 都有附上座 而且这个上座的轴层 使用的轴层是日本的口用轴层 所以这个用料的品质的相当不错 那这桶型的部分 这里面 这个是TIDA的ABS感应线的固定位置 还有李载串的位置 李载串也都是沿用原厂 位置相当的准确 这是油管固定架 都是有符合安规 有比照原厂的相对的位置 那这个的话 这里面 里面的油风 NOK的 日本NOK的油风 大概跟Tim都是同一个level的 那主尼油的部分 这个更是KD有严选材料的地方 主尼油的部分的话 是用意大利一整桶进口的IP主尼油 并不是台湾混装的杂牌机 杂牌油 这个是意大利一整桶进口的主尼油 在抗衰退性 整体的表现算是相当相当稳定 哈喽阿温你好 叶大小你好 这个是我们KD前面的KIDA 好专用的零件 还有设计安装部分 这个是前面 这台车底盘都在操心 因为才刚交车 好像没多久而已 车主的话 其实也没有打算要安装 是过来试程之后 觉得试程的整体试程的感觉不错 就立刻说要安装 这是IT打前面的车头 这是前面车头 比前一代还流线很多 这个大灯如果没记错 好像是有改 改了那个LED的吧 还是什么忘记了哈 这是前面的大灯造型 有跟前一代不太一样 变得比较修理风格 这是右前的边也都已经装好了 托牌还没敲 等一下敲一敲之后就可以上轮胎了 替打的话我们安装介绍直播分享的应该好多台 在YouTube上面如果打上替打还有KT的话呢 也能搜寻到我们有详细简介的替打这款 因为上面的话还特别的找了一个平整的路段测试原厂的测寝幅度跟改装之后的测寝幅度 所以整体的比较就能比较出改装避震器 还有跟原厂避震器的差异性 这个在YouTube上面可以看到我们更详细的那个 BigTita的安装 还有试驾的一些一些图 那个影片介绍 这个是后面 这个是我们锯子刷套的那个 缓冲馒头 会比它的吸震效果会比那个橡皮还要来得好一些 原厂的其实也都是用这个材质的 这个发泡的缓冲馒头好像还没有跟大家介绍过 这个 都是专用的规格 这一台是IT啦没有直播分享过啦所以就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今天好像是白色趴 后面师傅好像装上调整杆装上去的那我把它拆开那个你拿一个小衣服给我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后面的主名要怎么做调整 这里 这里是原厂的维修孔 维修孔 下方呢有一个 有一个 这里可以用一个小衣制呢 就可以把它撬开 里面就可以做主牛的调整 这个从这里从这边稍微撬开之后呢 这边 这边就可以做主牛调整了很方便不用再拆任何的东西 顺时钟这个方向就是变硬 逆时针就是变软 所以 15段好 当时我也15段 OK好 这样已经都差不多 就可以准备上胎等一下就可以试车了 那目前的话因为 轮胎都是原厂的1956016的规格 所以 预计的段数了 在胎压正常的前提之下呢 我们会把它设定到中间值 就大概15段15段 KT的话呢一共有30段的阻尼调整 那等一下上车的时候 试车的时候 会把它先把它调到中间值 万一车处需要更硬 更软 都还有空间 可以往上或者是往下做调整 这是iT打的 安装直播的部分 这个前面其实也还蛮方便的 前一代的话还需要拆这个试板 那从iT打之后呢 这里就有做一个维修盖 维修盖打开之后呢 就能拆到避震器的另外一颗 螺丝 螺帽 这一边的话呢 也很方便 这一边的话呢 上做两颗螺丝就可以看得到了 另外一颗呢 就躲在这一个维修孔里面就可以做拆装 这个是 前面避震器 要调整的话呢 也很方便 大概今天的 iT打 iT打 最新款iT打 安装的直播分享 就大概到这里 谢谢大家 北区的话 我们北区的 如果iT打的车友呢 有兴趣要试程呢 或者是安装呢 可以跟我们版上现在留言的那个 温判楼 那个阿温呢 他是我们北区 KT北区的经销商 也可以 跟我们北区经销商联络 要试程的话呢 要安装 都会帮你们做安排 在桃园 新北 还有 台北市 都有可以服务的据点 目前的话 台湾从北到南 南到屏东 还有花东呢 KT都有可以服务的店家 所以如果有需要安装 车主的话呢 可以跟我们的 KT的小编 询问联系 看看 应该都可以为大家做服务 那KT的便器 在 上面 刚好 场内 我们自己场内有 实际安装的试程车 所以这台车总叠 销售的状况 会比其他车总叠 还来的好一些 那当然很希望 车友也给我们多多机会 就是如果 呃 觉得 避震器 光听 不准 那很希望 大家 多多过来试程 汽车也不用钱 试程又不用花钱 就找个时间 过来KT试程看看 当然 我的 我的想法是 呃 不要只有试程KT 可以多多试程 不同的品牌 来做比较 那才有办法 比较出 避震器的 优劣 谢谢 那今天的 IT打 这个也有 电数尾 也有 音控 今天IT打的直播分享 就大概到这里 那谢谢大家 下 星期五吧 星期五好像 还有一台 另外一台 Toyota的 交车车系 如果车主 愿意让我们开直播分享的话呢 我们再开直播分享 再跟大家一起分享 避震器安装的 一些过程跟洗 跟KT用料的 这些细节 谢谢大家 拜拜